今天晚上我会接着过去的这一个月所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一直在讲说 神喜欢让耶稣位居在中心 跟我说神要让耶稣位居在中心 那当耶稣位居在中心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将会得到神特别的信息 神喜欢让他的儿子耶稣的名被高举 阿们吗 当你高举耶稣的时候 你的生命中所有的部分都会经历神超自然的祝福 当你聚焦在所有外在的人事物上面 当你把基督把耶稣忽略的时候 很多时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那今天呢我会接着上几次的信息 我会继续深入的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想在信息下面的信息讲之前 我会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圣经人物 叫大卫 请跟我说大卫 一起说大卫 如果你做基督徒有一阵子的话 那么我想应该你多多少少有听到过 很多传道人会分享关于大卫的信息 那大卫是圣经当中唯一被神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 使徒行传13章22节 所有的圣经人物当中 唯一一位被神称之为和他心意的人 就是大卫 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 上帝亲自为大卫做见证 上帝称大卫是和他心意的 这是圣经中的唯一一位 圣经中有很多优秀的人物 但只有大卫被称为是和神心意的 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 一起来读 圣经这里上帝亲自在做见证说 大卫是和他心意的 那大卫为什么能够做到和神的心意呢 我记得我曾经听很多传道人分享过 有人说 因为大卫是一位犯了罪之后迅速悔改的人 所以上帝称他为和他心意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圣经原文并没有这一句话 当然我们绝对相信 大卫是一位迅速悔改的人 可是旧约也记载了许多 其他迅速悔改的人物 也就是说旧约也有很多人 都是迅速立刻悔改的 所以悔改的人有很多 不是只有大卫 可是只有大卫被称之为是和神心意的人 也有人说 因为大卫喜欢敬拜 喜欢诈美 所以上帝称之为他是和他心意的 但是你知道吗 圣经中也有其他敬拜诈美很厉害的人 其中一个人叫约沙法 在面临仇敌攻击的时候 他让他的师班走在了军队的前面 在那里敬拜诈美 还有圣经中有一位很会敬拜诈美的人 在诗篇里面出现很多他的诗篇 叫亚萨 所以圣经当中敬拜诈美很厉害的人 也有很多 不是只有大卫 那上帝为什么称大卫是和他心意的 其实你知道吗 在大卫很年幼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称他是和他心意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还没有坐上王位 还没有跟八四八犯罪 更加没有悔改 那些都是之后发生的事情 其实在这之前 在他很年幼的时候 在他做青少年时期 圣经已经有一个地方记载说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 我们来看哪里呢 我们来看 《圣木尔记》上十三章十四节 这是第一个地方记载 大卫是和神心意的 首先这么说的人是萨木尔 那个时候大卫还是非常年幼的 还没有坐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十四节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这是对扫罗说的 对大卫的前任扫罗 扫罗王 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所以当萨木尔这样子说的时候 当时大卫还是一位青少年 所以绝对不是因为他的犯罪之后的悔改 也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那大卫到底有什么秘诀呢 我们一会来看一段经文 那在这边我要再让大家来看 先来看一段 历代之上28章第四节 大卫是神特别喜悦的 那请注意 我记得我曾经有分享过 神爱你和神喜悦你 是两个概念 OK吗 神爱每一个人 但神喜悦你 喜欢你 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一个父母 他有很多的孩子 他爱每一位 认同吗 阿们吗 但是 他对每一位的喜悦程度 是不一样的 当然一个有智慧的父亲 他是不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件事的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在他的心中 一定会有某一位孩子 特别讨他心喜欢 当某一位孩子特别懂事 做了一些父亲特别喜欢的事情 能够体贴父亲的心意的时候 父亲会特别喜悦他的 做父母的你认同吗 父母爱每一位 对每一位的爱都是一样的 可是 他会有特别他喜欢的孩子 阿们 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某一些人 确实会让上帝特别的喜欢 特别的喜悦 而大卫就是一位让神特别喜悦的 我们来看这里 圣经这里怎么说 第四节 历代之上28章第四节 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我父的全家 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 直到永远 应当拣选犹大为首领 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 在我父的种子里喜悦我 在我父的种子里喜悦我 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所以大卫是一位特别被神喜悦的 他是有秘诀的 神能够称他为和他心意 大卫是有原因的 大卫是神特别喜悦的 那作为新约的基督徒 我们不只是知道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今天已经罪得赦免 因性称义 在基督里没有神的惩罚和审判 我们不只是要知道这一些 我们更要在我们领受恩典之后 恩典教训我们怎么样来讨主的喜悦 阿们 这是新约在恩典下的教导 他赦免你是一回事 但你讨他的喜悦又是另外一回事 哈雷路亚 这是更进一步的阿们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九节 保罗的毕生都在做一件事情 他要竭力陶主的喜悦 我们来看第九节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体 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这是你需要去追求的 这是你需要去去明白的 哈雷路亚 阿们 所有人因性称义 罪得赦免 神爱你是一样的 但是陶主的喜悦 是需要你有所回应的 哈雷路亚 这是恩典之下的教导 阿们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 阿们吗 那下面我们来看 大卫到底有什么秘诀 能够被神称他为 是合他心意的 或者说大卫有什么秘诀 能够逃这位主的喜欢喜悦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如果你回到大卫所写的诗篇 我们回到大卫年轻的时候 大卫回顾他年轻时候的时候 大卫大卫说了一些话语 我们来打开诗篇 132篇 好132篇 我们从第一节 先看到第五节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第二节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我避不尽我的藏幕 也不上我的床摊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目打顿 第五节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继续来看第六节 好 我们听说约贵在以法他 我们在激烈耶灵就寻见了 那这里讲到大卫回顾他曾经年轻的时候 大卫说了一句话 我们来看第二节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大卫曾经向神启示 向神许愿 大卫有一个心愿 是什么呢 第三节 说我避不尽我的藏幕 也不上我的床摊 大卫意思说 我宁可我不睡觉 我不休息 我也要为主完成一件心愿 下面继续看下来 第四节说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目打顿 第五节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大卫有一个心愿 大卫在立志要为主做一件事 就是为着主的约柜 耶和华的约柜 找一个居所 找一个所在 能够安放约柜 第六节就开始提到说 约柜 在旧约 神的同在 是以约柜来代表的 阿们吗 今天新约 耶稣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哈利路亚 所以旧约之下 约柜就是代表主他自己 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大卫在做一件事 他向神表明一个心愿 他要把约柜 带到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 阿们吗 他要为约柜找到一个居所 为约柜找到一个所在 那今天我要在这边特别提一下 跟今天晚上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 约柜代表着什么 今天对于新约的你我来说 约柜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跟我说约柜预表耶稣基督 你知道约柜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吗 约柜是木头做的 造假木对不对 木头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人性 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 一个具有人类情感 人类热忱 人类敏锐度的人 所以耶稣首先是完全的人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 为你所受的痛苦都是真实的 那约柜另外一部分的材料 是由什么来组成的 黄金金子 这个木头上是箱上金子 金子代表着神的属性 耶稣有神的属性 神的义 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 耶稣也是完全的神 阿们吗 所以在这边我们需要确定一件事情 约柜 旧约的约柜 就是预表今天新约的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预表 阿们吗 所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大卫当时正在流离失所 但是他心所挂念的 他不是为自己找一个地方 而是为约柜找一个地方 当时代表着神的同在 今天对于你我来说 他要为耶稣找到一个居所 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神特别的喜悦大卫 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和他心意的 因为大卫在做一件事 他要为约柜 对于你我来说 就是为耶稣找到一个居所 为耶稣找到一个所在 大卫将神的目的 当成自己的目的 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怎么说呢 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 我们在激烈耶灵就寻见了 如果你了解整个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话 约柜在哪里 在激烈耶灵在这个地方 长达多少时间 跟我说二十年之久 大卫在找到约柜之前 当时约柜在哪里 我再说一次 约柜在激烈耶灵 有多少年的时间呢 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在激烈耶灵这个地方 大卫的前任就是扫罗王 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约柜 带回耶路撒冷 扫罗对于约柜根本不在乎 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呢 请跟我说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中心 是敬拜的中心 也是政治的中心 是一切的中心 所有的一切的中心 都是在耶路撒冷 那约柜被放在激烈耶灵 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所有的人都 都无人问津啊 包括扫罗 可是只有大卫 为着约柜心里在火热 他立志 他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愿 无论如何 想尽一切办法 花一切代价 要让约柜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中心 阿们吗 今天对于你我的教训来说 请听好 任何一间教会 任何一个事工 任何一个人 无论你是谁 任何一位牧师 如果你有一颗心愿 要让耶稣位居在中心 让耶稣居首位 把耶稣重新带回到教会的中心 带回到职场的中心 带回到你家庭的中心 带回到你生命的中心 这是神所最喜悦的 阿们吗 你已经将神的目的 当成自己的目的 你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 阿们 如果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 上帝是非常喜欢 希望祂的儿子耶稣位居中心的 我给你举一些例子 我找了一些圣经的例子 首先 上帝让祂的儿子死在哪里 死在两个强盗中间 耶稣位居哪里 中心 耶稣在地上说了一句话 祂说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又是中心 在启示录里面 约翰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 他转身看见神的宝座就在那里 然而他看到 羔羊在宝座中 跟我说在宝座中 在宝座中 羔羊在哪里 在宝座中 所以他想要位居在中间 我们来看一下 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宝座中的羔羊 跟我再说一次 宝座中的羔羊 所以耶稣要位居在哪里 中间 上帝喜欢让祂的儿子 耶稣居在中间 成为最重要的 那关于婚姻的教导 圣经上有这样的一段话 丈夫要爱妻子 有没有这样的话 有 但是圣经又会加上一句 正如基督爱教会 那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妻子要顺服丈夫 对不对 有没有 有 但圣经又有下一句说 如同顺服主 所以你看到没有 婚姻 上帝喜欢让基督位居在中间 如果基督没有在婚姻里面的时候 丈夫是没有办法真正来爱妻子的 妻子也是没有办法真正来尊重 和顺服丈夫的 基督在中间 阿们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关于大卫的这一段故事 我们首先看到 大卫是一个要把耶稣 把约会带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他每天想的都是这个 耶路撒冷是中心 是当时的中心 这是神看重的 那今天如果我们懂得让耶稣 成为我们家庭的核心 成为我们婚姻的核心 成为我们职场的核心 成为我们教会的核心 这是他最喜悦的 阿们吗 那下面我要告诉你是什么呢 当神看见大卫心中的这一个想法 神就做了一件事情 神就喜悦他 然后神做什么呢 神赐他资源 神赐他魅力 神赐他恩惠 神赐他人才 神甚至赐他经营财宝 神使他净身 神使他做王 好让他完成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大卫有这样的心愿 有这样的意思 他明白这个 他要这个 所以上帝就让外在的一切 都为他效力 来赐福给他 好让他完成这个目标 阿们吗 我在这边也特别要 要分享一点点见证 我相信过去的两年 两到三年 这一间教会是在这座城市 增长最快的教会 不是因为牧师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神奇的能力 或者说长得好看 不是 那都是自黑来的 就是因为这间教会 在传讲耶稣 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 其实说白一点 恩典福音在讲什么 福音就是好消息 恩典 这个好消息是神的恩典 是神做成的一切 所以恩典福音的最根本 就是高举 耶稣基督 并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都是耶稣所做成的 我们是相信领受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没有人的功劳 没有人的本事 没有人的力量 全然都是基督 一切的荣耀都是基督 他所成的一切 这是恩典福音所高举的 所以当你高举 耶稣并他所成的一切的时候 上帝就要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上帝就要供应这个教会 上帝就要供应这个事工 新加坡新造教会 是当今世界教堂里面 最昂贵的教会 造价几十个亿人民币 二十几个亿 主席牧师 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建最大的教会 最贵的教会 他只有一个心愿 他只想高举耶稣 让耶稣回到教会的中心 让教会是单单高举耶稣 并他所成的 不要有太多人的东西在里面 当他高举耶稣的时候 上帝就供应他一切的资源 上帝就祝福他 阿们 所以今天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婚姻 在你的职场 在你的工作 在你养育儿女的路上 让基督位居中心 一切是围绕他的 上帝就会供应你一切的资源 阿们吗 所以当大卫有这样的心意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供应他 然后大卫就做了王 当他做王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约会 抬回到耶路撒冷 如果你了解当时的 圣经的历史背景的话 这个我很快带过 总共有两次 第一次 在方法上有一些错误 发生了一些事情 不是因为这个心是错的 而是方法上的错误 第二次大卫马上查考圣经 找到正确 迎接约会的方法 不应该放在牛车上 应该是立位人来抬 当大卫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第二次就把约会 带回来了 带到了耶路撒冷 阿们吗 所以这是大卫和神心意的秘诀 这是大卫 陶族喜悦的秘诀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这个认知已经在他的里面 这个渴望已经在他的里面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我记得几个礼拜前 我有特别提到这一段的经文 那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呢 我们先来看十七节 这一段圣经的历史背景是记载 当时有两个门徒 从耶路撒冷返回 以马武师的路上 这两个人的状态是 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沮丧 我们来看十七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请跟我说脸上带着愁容 非常的沮丧失望 为何如此难过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来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二十节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捡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二十一节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名的 就是他不但如此 而且这次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为什么这两个人 如此沮丧失望 为什么如此的难过 原因就在这里 二十一节 这两个人是不是信徒呢 是 是不是跟随耶稣的人呢 是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两个人在他们心中 他们的认知 他们的看见 在二十一节 完全的显露了 他们内心真正的认知 在二十一节 全然的表露无遗 我们来看二十一节 他说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名的 就是他 注意哦 要属以色列名的 就是他 对于这两个人而言 耶稣只是一个配角 以色列才是中心和焦点 来看圣经 我再说一次 在这两个人的认知里面 耶稣基督是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帮助他们 完成以色列的梦想 如果你了解背景的话 当时的以色列 是在罗马人的统治压制之下 所以他们千叛万叛 日叛夜叛 是希望耶稣来 帮助他们脱离 罗马人的挟制 来拯救以色列 所以在这两个人的心目中 以色列是焦点 以色列是重点 以色列是主角 耶稣基督呢 是配角 是一个工具 是用来达成他们的目标的 为了来赎以色列的 请听好 在上帝的心中 耶稣基督永远是主角 永远是焦点 永远是重点 阿们 一切都是围绕耶稣基督 阿们 但是在他们的心中 基督只是工具 只是配角 因着这种错误的认知 所以他们的期望 没有被满足 所以导致他们 沮丧失望 很难过 阿们 那我们继续来看 二十五节 耶稣是怎么调整 这两个人的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一直说你根本不明白 你根本没搞清楚 无知的人啊 然后二十六节 当这两个人一直在跟耶稣 谈以色列的时候 耶稣跟他谈什么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识耶稣 还不知道这是耶稣 二十六节 耶稣跟他谈什么 基督 他们在谈以色列的话题 焦点在讲以色列 可是耶稣跟他们谈基督 焦点回到基督上面 二十六节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当你在谈很多外在的事情 让你很失望的时候 上帝首先会调整你的优先次序 上帝会跟你谈基督 先谈基督 先谈最重要的 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问题 有一些人会说 啊 上帝 耶稣 我很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孩子成绩不好 啊 我很失望 因为最近生意很不好 耶稣没有让我的生意好起来 当然 他说出的是他真正的需要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同样的问题在重演 焦点都是 孩子 生意 成功 梦想成就 期待被满足 对 这些是你的需要 但是你的焦点不是耶稣基督 那我在这边要特别 要特别跟大家来讲 最近我也有一些思考 也有一些查考 那 请听好 当然 神是绝对仁慈和慷慨的神 起初 当人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神会允许人们使用它 利用它 神会允许人使用它的能力 来满足你心中的渴望 起初的时候 神有时候会允许的 可是 当我们的生命 更成熟 更成熟的时候 耶稣应该成为我们的焦点 而不是永远停留在问题解决成为你的焦点 所以你要记得你内心的这个空缺 是为了耶稣而被造 不是为了你的孩子成绩好一点来满足你 也不是说多挣一点钱来满足你 也不是说让你住上好的房子 大的房子 开上好的车来满足你 这些都是好的 但记得 外在的这些东西 跟我说是次等的 那你是为了神的荣耀 是为神而被造的 你的心是为了耶稣而被造的 任何次等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满足你的 除非你的内心是被耶稣真正的满足 阿们吗 所以当你更成熟一点的时候 当你更成长一点的时候 今天你要记得 耶稣是你的焦点 基督是你的焦点 是你的满足 阿们吗 这个是需要调整的 我觉得过去的一两个月 在这个方面我很被神调整 所以我的思想意念 这段时间我的信息 我的导向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上面 我感受到我们的教会 也是需要被调整 我们所有的同工都需要被调整 我们回到最原始的这一个点 让耶稣成为你的满足 不代表着说 当耶稣成为焦点的时候 次要的东西神就不管 不是的 等一下你会知道 当耶稣成为重要 当耶稣成为焦点的时候 次要的东西 上帝也会满足你的 但你一定要更成熟 你一定要有一个认知 基督才是首要的 上帝不要你永远停留在 利用他 使用他 为什么听恩典福音 哎呀我为了得个医治 为什么来到这个教会 这里好像年轻人挺多的 为了把自己嫁出去 为什么来这里服侍 哎呀好让我露个脸 为什么要要领受这个恩典的道 哎呀家庭有很多问题 希望听这个道能够带来神迹 当你很幼稚的时候 上帝会满足你的 但是你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 你领受恩典的福音 是让你认识基督的 是让你靠近他的 让他来满足你的 哈雷路亚 你是要跟基督建立最真实的关系的 阿们吗 我们来看诗篇十七篇 十四到十五节 今天什么东西是你的满足啊 我们来看十四节 耶文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旨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说今生的不要 但是是你一定要脱离 旨在今生有福分 这个是两个概念 旨在代表着什么 焦点所有的都是外在的这一切 恩典福音只是一个工具 恩典福音不是用来认识耶稣的 恩典福音是用来满足你内心所需要的 这个级别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如果你的教会不讲耶稣 只讲一字 只讲一字 会导致信徒什么结果呢 病好了就走了 因为我目标达到了 病美好的也走了 去哪了 去医院了 你这不行去医院看看 或者换个教会再去求医治 不会有人真正的伟生 不会有人跟耶稣建立最真实的关系 只讲圣灵的恩膏 医治 大能 同在 都是果子 我们应该是要让耶稣来满足我们 建立跟耶稣真实的关系 阿们 好我们继续来看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度福 他们应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我今天看到很多家长 我认识好多个 他来上海那么苦那么累 自己吃不好住不好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读书 培养他成才 我没有说这样完全不对 但是你这一生难道就只是为了把他养大 你这一生就结束了 请不要误会 我没有说养育儿女有问题 你要照着主的心意养育儿女 没有问题 你希望他成才 没有问题 但记得 这些 不要让这些次等的来满足你 你的心 不是只是为了养育儿女而被造 你的心应该为了耶稣而被造 哈雷路亚 阿们吗 很多人的焦点就是那个男人 哇 怎么样来改变他 怎么样让他来爱我 怎么样怎么样 你这一生所有的满足 就是这个跟你一样堕落的人吗 为了得到他的爱吗 我没有说叫你不要结婚 我也没有说叫你不要嫁人 我没有说叫你不要该谈恋爱 不谈恋爱 我没有这样讲 但你记得 跟耶稣比 这些东西很次要的 你的焦点都是在这些上 你会很失望的 人的爱是有限的 人没有完美的 你会受伤的 你一定会失望的 哈雷路亚 该谈恋爱继续谈恋爱 该结婚结婚 没有问题 但你要记得 你的心不是为了那个男人而被造 不是为了把自己嫁出去 成为你人生的焦点了 你的心是为了耶稣而被造 让最优等的来满足你 不要被这些次等的东西填满 然后十五节 诗人怎么说 至于我 他们追求的都是这些 可是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哇太棒了 你们每天爱来爱去爱吧 你们每天加班加吧 你们每天为了一辈子做仿奴 你努力吧 你们为了孩子而孩子吧 我借你的面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哈雷路亚 哇这个人太伟大了 他知道他的心中 什么东西是真正是他要追求的 真的我们的焦点是需要不断的被调整的 那我们再来看诗篇132篇 我们刚才已经从第一节看到了第六节 那刚才已经看到说 大卫的有一个心愿 就是把约会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耶稣基督 带回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中心 大卫要把耶稣基督带到最中心 对于我们来说 要把耶稣带到今天你生命中 每一个层面的最中心的位置 那我们来看13节 请听好 把约会就是耶稣带回到中心的位置 那以哪一种方式来呈现呢 我们来看13节啊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注意 约会带到哪里 带到西安山 不是西乃山 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一阵子的话 你会知道牧师经常说 西乃山就是代表律法 西安山是代表恩典 约会要带到哪里 必须要带到西安山 而不是西乃山 换一句话说 把耶稣带回来 让耶稣位居中心 单单的来高举耶稣基督 你必须要以正确的方式来呈现他 必须从恩典的角度 人很有可能 嘴上说高举耶稣 高举耶稣 但会以错误的方式来呈现他 可能会把耶稣呈现出来 是极其严厉的 把耶稣呈现出来 是要惩罚人的 把耶稣呈现出来的一种方式 是要定人的罪 让人忘而却步 让人觉得很可怕 人们会错误的呈现耶稣的 今天我们呈现耶稣 高举耶稣 必须要以正确的方式 约会必须要被带到西安山 必须从恩典的角度 西安山就是恩典的地方 我再说一次 所以耶稣必须以西安山来呈现 阿们吗 继续来看一下来十四节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把耶稣以恩典的形式来呈现 把耶稣带回到中心 把耶稣高举起来 以恩典的形式 以恩典的眼光来讲 来看 这是神所愿意的 下面说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再说一次 当你把耶稣带回到中心 当你把耶稣带回到中心 以恩典的眼光方式来呈现 高举耶稣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上帝会做什么 我们来看十五节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分满 使其中的穷人保足 跟我说 当耶稣被带回来 让耶稣位居在中心 当耶稣基督被高举 然后跟我说 次要的一切 上帝也会加征给我 十五节说得很清楚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分满 使其中的穷人保足 粮食啊 供应啊 需要啊 上帝会加征给你的 今天晚上不管再忙 不管有再多的事要做 不管有再重要的业务要谈 不管有你认为 很重要的事 值得你去做的 可是你仍然是 让耶稣位在你生命的中心 你来领受恩典的话语 你来寻求耶稣 你来高举他 你先来参加聚会 你先来寻求神的同在 你来敬拜这位耶稣 你就是在高举他 你就是让他位居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很有可能 你上会的时候会接到好的电话 很有可能明天好事会在你生命中发生 你苦苦追求的 苦苦寻求的 很有可能一刹那上帝就满足你 我再说一次 当你追求最重要的 不代表着次要的上帝不会给你 他会给你的 所以15节我们来看到这个 16节继续看下来 我要使祭司批上救恩 圣民大声欢呼 救恩代表的是什么 批上救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说 当你将耶稣放在中心 把约柜台回到耶路撒冷 放在最中心的位置的时候 上帝要使你批上保护恩惠 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伤害不了你的 神与你同在 下面我会让大家再来看一段圣经 创世纪29章 我们从31节一直到35节 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圣经的故事 就是利亚和拉杰 其实雅各所爱的是拉杰 但是在新婚的那一个晚上 被调包了 他太着急了 很快就把灯给吹灭了 然后第二天醒过来 哇 因为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 利亚可能是斗鸡眼的 或者邪式的等等 可能是这样子 但没有办法了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这个在古代 所以拉班对他说 虽然没问题娶错了人 但还是有机会的 你不是爱拉杰吗 那你再服侍我七年 拉杰也嫁给你 所以雅各为了这两个太太 他服侍了拉班十四年的时间 其实雅各心中所最爱的是拉杰 雷球 拉杰 利亚是什么 不是他心中所要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在古代是什么 依夫多妻治的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利亚的生活是多么的难熬 这个小姐妹真的可怜啊 嫁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虽然长得丑丑了一点 但也不是她的错呀 但也不能这样对待她呀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每天这个雅各跟拉杰在秀恩爱 朋友圈各种刷 对不对 然后她呢 被冷落 被丢在那里 那个内心你说好受吧 利亚也是人啊 利亚也有感情啊 利亚真的说 我是一个荣誉受伤的女人 利亚每天只能唱这首歌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利亚当她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当她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她感觉到她没有办法得到她丈夫的爱 利亚怎么做呢 你看到利亚一开始 她是一直在靠着人的努力 靠着人的方法 她要靠着自己来争啊 来夺回丈夫对她的爱 所以利亚一开始的时候 她所有的焦点都是在人的身上 在她丈夫的身上 想尽一切办法要讨她丈夫的喜悦 她相信透过自己的努力 她的丈夫一定会爱上她的 所以她想尽一切办法讨她丈夫的喜悦 当时在古代如果你生一个儿子 那很有可能你的家庭地位会被提升的 利亚生姿这个道理 所以利亚说既然丈夫现在不爱我 没有问题 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生 多生几个 丈夫一定会爱上我 所以请听好 利亚用的方法都是人的方法 利亚的焦点都是聚焦在人的身上 利亚她尝试靠着自己 来夺回丈夫对她的爱 她不知道仰望神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圣经吧 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 就使她生育 我们来看三十二节 利亚怀孕生子 就给她起名叫流变 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因而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三十二节 你可以听出利亚心中的那一个呼求 她只希望丈夫能够爱她 她甚至以为 我生了一个儿子 我的丈夫就会爱我 可是尽管她生下长子流变 她的丈夫还是没有爱她 继续来看三十三节 她又怀孕生子 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叫西面 括号就是听见的意思 三十三节看到没有 她不断地提到自己失宠 因为她的丈夫不爱她 所以到这里为止 她所有的焦点 都是在丈夫的身上 想尽一切办法 来夺回这个男人的心 可是无疾于事了 已经生了两个了 三十四节继续看下来 她又怀孕生子 起名叫利未 就是联合的意思 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她必与我联合 她的焦点还是在她丈夫身上 她还是尝试着说 我要夺回她的心 可是结果呢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 无疾于事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 这位姐妹 花了多久的时间 花了多少的精力 圣经只是记载了这一部分 我相信其他的方面也有 她一定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 用尽了人很多的方法力量 去追求丈夫的爱 我再说一次 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正在努力追求某一些结果 你在想尽一切办法 让你儿子的成绩好一点 让他进入到那一个学校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 怎么样甚至耍手段 玩诡诈 怎么样让业绩提升 怎么样让生意好一点 怎么样完成这个目标 可是结果呢 仍然遥遥无期啊 仍然是很失望的结果 那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转折点在哪里呢 三四五节 利亚人生的转折点 跟牧师这一个月的信息 是一样的 你人生真正突破的转折点 不要聚焦环境 不要再盯着问题 不要再每天念念叨叨的 想着那个结果 先让神来满足你 先转向耶稣基督 先单单的为他而活 让他来 你来满足你吧 哈雷罗亚 三四五节我们来看一下 他又怀孕生子说 这回我要诈美耶和华 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 这才停了孕 请听好 利亚决定不生了 生这么多都没有用 他决定 我不再专注于丈夫身上 不再专注在问题身上 不再求那个结果了 他做了一个决定 不管雅各爱不爱我 我都要诈美耶和华 我不要让这个男人来满足我了 我先要让耶稣来满足我了 哈雷罗亚 所以请听好 利亚停了狱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不再专注于取悦丈夫 他专注在主的身上 所以他决定不生了 他的焦点开始转变 不管怎么样 我要诈美耶和华 我相信从人的眼光来看 当时还没有达到他要的结果 他没有办法敬拜和诈美神 可是他诈美 诈美了 给那个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犹大 就是诈美的意思 他圣经没有详细的讲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利亚突破了 利亚估计有听我之前的几堂道 不要再专注这结果 先专注基督吧 他应该也听了马可牧师的讲道 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结果 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 圣经没有一句废话 圣经没有一节经文是不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打开 在《创世纪》49章29到31节 圣经很有意思啊 在《创世纪》要结束的时候 圣经记载了这一件事情 过去很多年我看到这里 我都不明白 当我有了这个启示我明白了 你知道吗 在圣经这里最后你发现 雅各死的时候 雅各居然没有说要和拉杰仗在一起 雅各说我要和利亚仗在一起 不知道哪个时候 其实雅各已经爱上利亚了 我们来看一下29节 他又吩咐他们说 我将要归到我列主那里 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 与我主我父在一处 三四节 就是在迦南地卖利前 卖比拉田间的洞 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 做坟地的 三四一节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 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白加 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一直说我死的时候 雅各说把我葬在哪里 葬在利亚的身边 哇 最后雅各爱的是谁 利亚 这个女人成功逆袭 哈雷路亚 他很奇妙的已经夺得了那个男人的心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听好 让耶稣来满足你吧 再不要为了那个男的让自己受伤 再不要为了那些事情让自己每天愁眉苦脸 孩子先放一放吧 婚姻先放一放 事业先放一放 业绩先放一放 加班加班先放一放 永远加不完的办 永远挣不完的钱 明白吗 让耶稣来满足你 哈雷路亚 在意中得见他的面 醒来的时候 见到他的形象 你就心满意足了 然后回过头来你会发现 次要的 神仍然会把他 赐给你 在你的生命当中 阿们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再说一次 当你不再专注问题的时候 当你去专注耶稣的时候 奇妙的就是 你追求的那些东西 反而会追着你走 阿们吧 不要抓结果 抓耶稣 不要追求人数 高举耶稣 人数就来了 不要追求复兴 追求耶稣 复兴就在这里 阿们 哈雷路亚 我们来看一下 十六节 因为忘友都是靠他造的 是谁 耶稣基督 上下文再讲到耶稣 忘友都是靠他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 不能看见的 或是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 又是为他造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耶稣基督的 十七节 他在忘友之先 忘友也靠他 而立 忘友靠谁而立 靠耶稣 如果忘友离开了耶稣 就会倒他的 忘友是靠他而立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的帮助不是从神来的 你靠人的力量得到的 你就需要靠人的力量去维持他 你很累的 让神来赐福你 不要靠自己来维持 OK吗 然后十七节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也靠他而立 十八节 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 首先附身的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居首位 上帝喜欢让耶稣居首位 让耶稣位居中间 继续来看十九节 十九节 如果这个道理你听明白了 十九节 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因为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在他里面居住 注意哦 父喜欢教一切的丰盛 包括什么 包括今天你要的所有的结果 这一切的丰盛在哪里 在他里面居住 所以当你得着基督的时候 得着了万有 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 上帝就高举你 所有的一切跟着基督来的 阿们吗 注意这里有几个字啊 因为父喜欢 教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跟我说喜欢 喜欢 这是神的心意 喜欢这两个字代表 他有时候不喜欢 不喜欢他有时候也会做 我今天需要让你知道 先拿人的例子 好不好 你今天在生命中 在你的生活中 做的很多事情 有一些是你不喜欢的 可是你还是会去做 对吗 尤其是对于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你喜欢的 可是你还是会去做 因为你会 你会有很多原因嘛 虽然不是你喜欢的 但出于爱 你还是会去做 虽然不是你喜欢的 但出于同情 出于怜悯 你还是会去做 对不对 那你今天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信徒来到教会 领受恩典 他只要结果 他不要这位耶稣 他要结果 有时候也会成就 教会只要医治 有时候医治也会彰显 但不是神最终的心意 神要你 神要你 首先要耶稣基督 然后他喜欢 就他的方式 喜欢让一切丰盛 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 阿们 所以很多教会 他不高举基督 也会有神迹的 因为神也总是有怜悯嘛 神也总是有同情嘛 打着恩典福音的旗号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突破的 也能够达到他心中 想要达到的结果 但不是神真正的心意 我们今天要淘他喜悦 他要你高举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思考 我到底 是为了满足耶稣的心意 来建立教会 还是为了我的野心 来建立教会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高举我吗 还是真正高举耶稣 让人真正跟耶稣建立关系 还是让人真正在跟我 这也是我需要思考的 今天是把信徒 带到我的面前 还是把信徒带到耶稣的面前 如果我离开了这个教会 信徒都没了 还是说我离开了这个教会 教会正常进行 我有很多的思考 请别误会 我没有说信徒尊重牧师是错的 那是应该的 我没有说教会人数增长是错的 那个也是果子 教会增长是好的 教会有影响力是好的 这些都是好的 但我要讲的是说 动机 内心深处的那一个点 到底是什么 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 还是自己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个焦点是需要调整 需要不断的调整 阿们 我非常感谢神 当我讲恩典 讲了将近三年的时候 上帝在这个时间段 让我回到这些源头上 回到这个点上 阿们吗 所有的一切 是因着耶稣来的 你记得吗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在四福音记载 当耶稣 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有一只小驴居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耶稣起在驴居上 然后当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哇 掌声 欢呼声 尖叫声 还有口哨声 对不对 然后在走红地毯嘛 很多人把衣服都脱下来 铺在地上 砍下树枝 铺在地上 这只驴居 你说他会怎么想 哇 我很有本事 哇 太棒了 大家都在给我掌声和欢呼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时候 这只驴居 他说 我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一起来的时候 耶稣从他的背上就掉下去了 当耶稣一掉下去 他死定了 一会儿人们就把他拉去做苦力了 推磨去了 所以这个掌声和欢呼声 是因为什么来的 是因为他背上的耶稣 所以驴居最聪明的方法是什么 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知道 是因为耶稣 骑在他的背上 他什么时候都不能够离开这个点 他永远要在这个点上 OK吗 明白吗 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点 当他起来看看的时候 耶稣一掉下去 问题就来了 阿们 好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最近的信息 真的一直在调整我们 从外在的一切 我们现在回到点上 让耶稣来满足我们 让耶稣来爱我们 让耶稣的爱来填满你 好吗 再回到诗篇 诗篇十七篇 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再来看这几节经文 耶稣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子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度福 他们应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宝留给他们的阴海 十五节 至于我 一起来说 至于我 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 就心满意足了 好吗 请我们的团队上来 我们等一下还有一场圣餐 OK 好 你说主啊 让我每天得见你的形象 得见你的面 主啊 让你的爱来满足我 让我的心 不是被那些次等的东西填满 让我的心是被你填满 耶稣 耶稣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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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里面有个感动 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神要你卸下你生命中一切的重担 神要你卸下你现在所有关心的 在意的那些人事物都先放一放 单单的让耶稣的爱来填满你 单单的让耶稣来满足你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你太累了 你太忙了 太辛苦 不要让赤灯的东西来填满你 让你的焦点不要在赤灯的人事物上面 你的心是为了耶稣而被炸了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要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 耶稣 耶稣 好吗 你开口来祷告说耶稣 谢谢你 你的爱来充满我 你的爱来填满我 哈雷路亚 好吗 所有一切外在的先放一放 这个时候单单的来享受 祂的爱 这个地方只有你跟耶稣 只有你跟耶稣 阿雷路亚 耶稣我爱你 因你先爱我 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 你为我死 耶稣 我更谢你 因你对我真好 背负我中的 你是针灸我的主 因你爱我 你救我脱离罪的宽宝 一丝献伤 替我唤清罪斩 有我至今的爱 有我至今的爱 追随我衣衫 追随我衣衫 我相赋予你 让你爱我 有我至今的爱 有我至今的爱 追随我衣衫 追随我衣衫 我相赋予你 让你爱我 耶稣我衣衫 耶稣我恕你 因你救赎我 因你救赎我 你的恩惠是可保护 我心靠你 我心靠你 因你爱我 你救我脱离罪而捆绑 一丝献伤 替我唤清罪斩 替我唤清罪斩 我相赋予你 让你爱我 因你爱我 你为我承担 最大代价 遍体离伤 让我身体安康 有我至今的爱 追随我衣衫 我相赋予你 我相赋予你 让你爱我 好吗 我们邀请我们的同工 把生餐的饼 每个人拿到一个 好 我们的同工来下 好 现在 举起你手中的饼 请跟我一起来祷告 说主耶稣 这是你的身体 为我掰开 你的身体为我受鞭伤 使我的医治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为我受了一切的鞭伤 为我受了一切的痛苦 使我的医治 使我的健康 所以奉耶稣的名宣告 所以奉耶稣的名宣告 耶稣的身体已经付上代价 耶稣的身体已经付上代价 今天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 不能再受疾病的煎熬 不能再受疾病的煎熬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疾病 在我的身上 是非法的 奉耶稣的名命令你 从我的身上 离开 就在现在 任何的疾病 任何的疼痛 任何的症状 奉耶稣的名 封耶稣的名 离开 离开 健康 健康 医治 恢复 完全 完全 领到我 奉耶稣的名宣告 阿们一起来领受 Amen 举起神残的杯 一起说耶稣 你的宝血 已经为我流出 洗净我一切的罪 如今在基督里 我不被定罪 所有的控告 定罪 在我身上 都要离开 都是无效的 我现在领受耶稣的宝血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我的家庭 我的婚姻 我的产业 我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都被保血遮盖 都被保血遮盖 都被保护 都被保护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我领受这个血约 我领受这个血约 我宣告这个血约 我宣告这个血约 我是被保护的 我是被保护的 我是平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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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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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要让你一直在旷野里面打圈 今天耶稣要让你安息 耶稣说 让我来爱你 哈雷路亚 是我拣选你 耶稣说 让我居住在你的心中 让我来满足你吧 如果在今天之前 我们中间有人 你的生命中 有任何被伤害 有任何的伤口 在今天晚上 都让耶稣的爱来医治 让这位好牧人 为你包扎一切的伤口 让他扶平你内心 一切的伤痛 哈雷路亚 一起说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因你贤爱我 在我海深醉人的时候 你为我赎 耶稣我感谢你 因你对我真好 背负我重担 你是真教我的主 因你爱我 你求我脱离醉而宽吧 一次献上 替我唤起醉债 要我知情的爱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因你爱我 你为我承担罪的代价 你相信吗 让我身体安康 有我知情的爱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从头再来 耶稣我属于你 举起手来 耶稣我属你 因你救赎我 因你救赎我 你的恩惠是可保护 你的恩惠是可保护 我心靠你 我心靠你 因你爱我 你救我脱离醉而宽吧 一次献上 替我唤起醉债 有我知情的爱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让你爱我 因你爱我 你为我承担罪的代价 遍体离伤 让我身体安康 有我知情的爱 追随我一生 我相赋于你 让你爱我 我要为每个人来祝福祷告 主啊你的恩典 在每个人的生命中运行 祝福每一个人 与每个人同在 感谢你耶稣 我们再次在我们的生命中 来调整 重新调整我们的焦点 重新让我们回到起初 回到耶稣的身上 Hallelujah 感谢你 与每个人同在 祝福每个人的家庭 祝福每个人手中的人事物 洪水泛滥 你在他们生命中作王掌权 耶稣Hallelujah 回去的路上保守每个人平安 感谢赞美耶稣 奉耶稣的命祷告 Amen